340 440 440 840 740 640 640 740 840 740 840 840 840 111 金 金 金 大仙 这金身是怎么回事啊 就是这个孽图 心术不正 为妖魔所成 魔性大霸 小金身 金身一毁 金城以后永无女 你 你毁了我们的金身 我今天要跟你拼了我 别闹了 先就踩何要紧 财何 我们走 财何 我们走 大仙 你怎么不追啊 兽徒如此 会不当初 夫妇何也 你没事吧 我 我没事 那金身怎么办 此事我马上要告上天庭 你还是先回吧 是 小人告退 原来刚才是你上了我的身啊 你替我办事 我得好好保护你 但是你也用不着那么重手 打上彩盒吧 妇人之人 他始终是我的徒弟 行了 好好替我办事吧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啊 看你 伤得这么严重 不要紧吧 没事 怎么样 是不是很痛 还好 你怎么那么傻啊 你差点就被他给杀了 宁可不死 我都不会让你死 三郎 你老实在外面干嘛 过来看看他呀 找什么呀 我才帮你们把疯啊 你还不是他妻子 我都是他兄弟了 我不比你着急啊 放心吧 他还死不了 你把什么疯 我爹今晚当夜班 我哪是担心你爹呀 我是把张国找上门来 这个张国丧尽天良 他竟然对彩盒下这么狠的毒手 我罗美青一定让不了他 老小姐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师父他本性不坏 他是被妖怪迷惑了 才会这样的 他 好了好了 你别说了 先休息一下 不行 与其守株待兔 不是主动出击 我去找我爷爷 看看这张国 到底是勾结了什么妖戏 然后再想办法来对付他 对了 万一有情况出现的话 你就呼唤我 我会马上出现 老小姐 你一定要相信我 我师父他本性真的不坏 求你饶了他 你放了他好吗 好了好了 不要说了 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下 我让你闭上眼睛休息一下 我怕我这一闭上眼 就再也醒不了了 所以我要在我醒着的时候 多看你两眼 你这样为我 值得吗 值得 彩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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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在我清醒的时候 多看你两眼 以后 就再也看不到你了 水 水 我 水 水 彩河 水来了 来 喝一点 彩河 你喝一点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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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涮 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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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清早 你们在我家门口吵吵吵吵的 你们想干什么 你把你女儿还有蓝彩河给我交出来 我家美青怎么得罪你们了 再说了 这蓝彩河也不在我们家呀 你别装了 把女儿交出来 我告诉你们 今天要把这件事说得明明白白的 不然的话 我都把你们抓起来 我昨天晚上明明看见 蓝彩河和你的女儿 把张国大西的精神给捧坏了 胡说 我女儿怎么会干出这种事情来 别再啰嗦了 把你女儿交出来 当面对质 对对对 都给我安定 我昨天晚上在宫中值班 今天早晨才回来 我也在找我的女儿呢 别听她的 她的撒谎 我没撒谎 进去 对 哦 我明白了 一定是你们把我女儿抓走了 所以现在反过来管我要我女儿 你们把我女儿交出来 把我女儿交出来 你们把我女儿还给我 我们进去搜 我女儿 我女儿 还给我 还给我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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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去进去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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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河 我死了吗 当然没有了 是老树王爷爷救了你 树王爷爷 我怎么会在这儿啊 你昨晚突然昏倒了 我一个人又着急又没有办法 所以只能带你来这里 找老树王爷爷帮忙了 谢谢爷爷 我怎么觉得 我好得差不多了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 是树王爷爷救了你 而且啊 虽然老爷证明吃采药呢 你被仙气所伤 幸亏伤得不重 我才能把你救活过来 再加上罗美青对你的日夜照顾 所以你才能恢复得这么快 对了 树王爷爷 你确定采荷是被仙气所伤吗 不错 张国身上确实有仙气 是仙气 我会错的 这么说 我的师父 真的是神仙下坏 怎么可能 怎么会有这么坏的神仙 不好了 糟糕了 糟糕了 快来快来 怎么了你 糟糕了 我刚才去采草药 顺便去打听了一下情况 结果没想到这一打听 这可糟糕了 你到底是这么糟糕了 不是我糟糕 是你爹糟糕 我 那些百姓非要追逐我们破坏今生之罪 硬传到你家去抓我们 你爹是根本拦也拦不住他们 那我爹怎么样了 差点被气死 什么 不过你放心 还没气死 那些百姓闯到你家没找到我们 现在又到处翻天覆地去找了 看他们两个好吓人 要是把他们找到的话 我们会被砍 砍 不行 此时因我们师徒二人而起 绝不能连累你们 更不能让我的师父一错再错 把整个京城洞的鸡犬布宁 我要去找我师父 劝他回头试案 好 我跟你一起去 我也去 不行 你们俩去了 百姓会把你们俩杀了的 那 那那就不杀你吗 我不相信我的师父 会忍心杀我 他昨天差点把你给杀了 昨天晚上那个 应该不是我的师父 我看他当时的神情都变了 变得很陌生 我说不出来那是种什么感觉 不过我敢肯定 他不是我师父 彩和 你别再自己欺骗自己了好不好 我求你们相信我 也相信我的师父 让我去好吗 不好 让他去 爷爷 此事总归要解决的 而蓝彩鹅说得对 他和张国毕竟是有师徒之情 凡人再坏也是很看重师徒之情的 所谓三纲五常 这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师父就是自己的父亲 而徒弟呢 就是自己的儿子 而君君臣臣父父 爷爷 说重点 让他去 如果张国还有一点师徒之情的话 应该不会忍心去杀他 即便来彩和 不能说服 师父回头试案 那么也可以从张国那儿得到一点真情 这万一情况要是有什么变化的话 你就大声转唤唤我们 我和三郎也会马上出现 我知道 这我去吧 菜河 那你一定要记得 如果发生什么情况 你一定要大声地喊 不要担心 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怎么样 一切顺利 我煽动全城百姓到罗家问罪 如果他们找不到蓝彩和 肯定会变得更加疯狂 现在他们正在城中不停地找 好 非常好 但是就不知道他们现在去哪了 除了跟西郊树林那帮树妖混在一起 还能去哪儿 让那帮百姓再热闹一下 等他们等得再急一点 我就以张国的名义去把蓝彩和找出来交给他们 借他们的手除掉蓝彩和 这不 这不太好吧 大大心 其实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个蓝彩和是个小孩子 成不了气候的 一遇到这里就 放过他吧 他偷你的鱼鱼 他揭发你欺世道明 如果你不把他除掉 你才万会落得惨淡手上 你什么都不用管 只管听我的 我保证你荣华富贵 是 你这个好徒弟如果不除掉的话 最终会坏了我的大事 我也绝不会让你活着 对 一会儿 一会儿的 大仙 谢谢你啊 我儿子病了好几天 你用手这么摸一摸 他就好了 真是太谢谢了 我也谢谢你啊 大仙 是你救回了我们家的老母猪 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呢 大仙你好像有什么心事啊 大仙的精神已被毁 如今又受了一个不孝的徒弟 当然心情不好了 大仙你放心 不管是天上还是地下 我们一定会把蓝彩和这个孽徒 把他找出来 把他烧死 对 烧死他 我们一定烧死他 烧死他 烧死他 工资 工资